不敢相信,眼前这位70岁的老人是6个孩子的父亲 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孩子才11个月 妻子马德兰30岁 马德兰16岁的时候嫁给了比自己大40岁的马里奥 这是一场旷古硕金的恋爱 作为旁观者角度看难道是看上了马里奥老 还是喜欢他睡觉不洗澡 马里奥年龄大疾病缠身不能走动下地干活 家庭重担都落在了马德兰身上 马德兰在外村工作,几天后才能回家 他很想念家里的孩子 马德兰的雇主很同情他 以前他和马德兰住在一个村子 马里奥是村里最穷的人 嫁给马里奥以后更穷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男人 马德兰要养活家里人 只能和孩子们分开在这里工作 回家的时候要给孩子们带食物 即使在这里工作很辛苦也要忍下去 作为一位母亲 他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都吃饱饭 13岁的多马文是家里的长子 贫穷的家庭环境让他在学校一直都是沉默寡言 不和其他同学交流 也不爱笑 两个弟弟每天就是脏兮兮的趴在地上 脸上爬满了苍蝇 多马文放学后就要准备家人的晚饭 一个烂番茄 一堆小鱼干就是能拿出来的所有食物 老二老三弟弟放学回来之后 换了一副董事的帮助哥哥准备晚饭的木柴 纵使是一根小小的树枝也让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其他几位弟弟都来帮忙 捡着地上掉落的小树枝 头顶着就回家去 晚饭是一盘黑乎乎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作物也不知道 不知道能否食用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一些黄黄的配菜就是晚饭 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都是很艰难的 老五吃着就哭了 太想念妈妈了 每天都会一直哭 妈妈不在身边真的很委屈 晚上温度降低 睡觉的床就是在土地上铺几张破袋子 这是能找到的唯一取暖物品 一张破烂的灰色被单就是家中的被子 早上是很寒冷的 马里奥早早地升起一堆火取暖 几个孩子躲在被单中不肯出来 睡在一起才能感受到温暖 几天的工作终于结束 马德兰获得一次回家探望孩子的机会 搭乘运输牧鼠到村里的汽车 几个孩子早早地在这里等妈妈回来 看到汽车到来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妈妈 好久没见到妈妈太想念了 抱着最小的弟弟格外亲切 马德兰看到孩子们很高兴 带着食物一起回到家中 老五心心念念的妈妈终于回来了 马德兰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 他们都还很小 需要妈妈的照顾 但是为了工作养家糊口 真的没有办法兼过 马德兰带回来一袋金黄金黄的玉米粉 这是平时吃不到的食物 一家人围坐着看妈妈炒菜 妈妈回来伙食都变好了很多 每个人都能吃到饱 也不用吃黑乎乎的东西 孩子们享受着妈妈的母爱和美味的食物 此时此刻的孩子们是最幸福的